赵瑞被爆转会费高达8000万 马上布鲁克斯选择了续约 郭思强拿到了1500万的合同 更是获得了新一届的赶会 对比之下 接下来的新疆队留下了周期之后 又签下了2米18的一个年轻主力 看来在新赛季的CBA比拼 具备更大的竞争力和看点 对比之下 我们共同跟大家聊聊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如今包括了广东队的赵瑞跟马上布鲁克斯 就了解 一度引发不少的争议 因为赵瑞在过完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嚼着口香糖 态度方面确实引发不少球迷的热议 那么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 广东队会不会把赵瑞给转会出去呢 还是说让赵瑞继续留在广东队 去争夺CBA的比赛冠军呢 并且针对赵瑞他个人的能力 以及在整个CBA市场上的价格筹码 那真的是相当高 就了解 在过去的一到两年时间里面 赵瑞一度被曝光 他的转会费高达了八千万 可以说跟上海队得到王者林 当时的签约费用 转会的费用是一模一样的 直到如今来看 我们能够发觉 其实赵瑞在过去的一年 一度也被上海队开除了六千万的转会费用 渴望把赵瑞给拿下来 直到如今来看 随着赵瑞个人的突破能力 以及个人的水平 逐步的提升上去之后 那么赵瑞他的转会费用 逐步的攀升 看得出来 他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然而对赵瑞 他的情绪容易上投 这一个点 确实得纠正一下才行 那么针对接下来的赵瑞 会不会被转会 答案是不会 因为赵瑞据了解 已经被广东队给续约留下来 而且一千将会是三年的大合同 对赵瑞这名顶级的球员来说 他拿到顶薪六百万的合同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与此同时 在球队当中 还包括了马尚布鲁克斯 依旧是受到广大球迷的 非常的丈扬 因为马尚布鲁克斯 在过去拿到了六十分 而且被称之为六十分先胜 广东队哪怕说 本个赛季的发挥状态 有待提升 但是马尚布鲁克斯 还是配得上 一百八十万美元的大合同 因此针对接下来的广东队 萨巴兹跟汉梅尔顿 哪怕说即将要离开做出人员的更换 但最起码来说 马尚布鲁克斯 肯定不会被抛弃 因为他是广东队的一个顶级大外援 是必须得留下来的 然后我们提到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广州队的郭四祥 得到了一千五百万的大合同 并且他的岗位 进一步的提升了上去 提到郭四祥主帅 那么他在过去 做出来的贡献跟功劳 都是非常巨大的 广州队在过去的三年比赛当中 连续打进了季后赛 那么广州队 也是给到了郭四祥很大的认可 接下来一度把郭四祥指导 签下了五年的大合同 每一年三百万 五年就是一千五百万的合同 所以对郭四祥来说 这么大的一个合同 是相当的值得认可 同时郭四祥指导 他也帮助了整个广州队 从原本的一个垫底的战队 飙升到了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战队 相信从郭四祥指导 他的这种指导风格 以他的这种打法水平 不断的发挥下去 其实未来的国际大赛 赢下比赛的冠军勇运 机会都是相当巨大 相当让人去充满期待的 与此同时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郭四祥指导 一度也被北京首干队 开出了重磅的架码 想要说把他给引入进来 说白了 北京首干战队 想要挖到郭四祥 让他去充当球队当中的主教 只可惜 郭四祥呢 他一心一意 还是想要帮助广州农师队 实现更大的跨越 说白了 过去呢 广州队在郭四祥指导的带领之下 打造出了如此强大的一套阵容 那么相信在未来的赛季当中 随着广州队的阵容 以及外园方面不断加强提升上去之后 其实郭四祥指导很有机会带领广州队 实现更大的跨越 甚至呢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从本个赛季的八强 打进下个赛季的四强 乃至争夺比赛的冠军踊 我个人对郭四祥呢 是相当的认可 也期待他的发挥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 就是周祺大魔王 被新疆队给锁定了下来 并且如今的新疆队 更是签下了两米一八的一个新的中锋 最了解呢 接下来的新疆队啊 对周祺来说呢 是保留了他的一个名额 跟名额的 说白了 周祺大魔王 他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够回归到新疆队 才能参加CBA的比赛 不疑的话 接下来的周祺啊 他只能选择 继续去到NBL了的战队 或者说呢 去到NBA 以及海外的其他联赛 其实周祺呢 在乔尔杰伯奇看来呢 是建议他去到欧洲的联赛 去锻炼一下的 只可惜呢 现在欧洲的联赛呢 也有不少的战队 给到了周祺报价 但是据了解呢 年薪的合同呢 都是相对偏低的 无论是去到澳洲的比赛 还是去到欧洲的赛场 对比起周祺留在CBA的年薪 差距还是有点大 毕竟呢 周祺他在CBA最保底的年薪呢 也去到600万 如果他去到澳洲的话 一年只能拿400万 去到欧洲 也差不多是300万左右而已 所以呢 周祺与其呢 跑那么大老远 去增赏比赛 还不如选择留在CBA 如果周祺选择留在CBA的 新疆队继续增战的话 其实新疆队的管理层 已经包括了 新一届的街帮投资人 还是比较认可周祺大魔王的 毕竟 周祺大魔王在过去的赛事当中 确实帮助了整个团队 起到了不错效果 而且 我们从国内的大中风 实力层面角度来看 试问有哪个本土球员 比得过周祺呢 现在来看 周祺的水平 数一数二 那么与此同时呢 接下来的新疆队 据了解 又签下了一个青年战队 两米一八的中风 他如今才16岁而已 未来的比赛发挥的空间呢 将会更加的巨大 同时让人充满期待 总的来说 本个赛季啊 打到现在 包括了浙江球州队 以及呢 包括了现在的深圳等战队呢 更是迎来进一步的提升 尤其是随着深圳队 接下来呢 包括了周鹏大队长 以及萨林杰 沈子杰 贺信宁等人的带领 拥有着四位骑兵的状态之下呢 深圳队其实啊 去击败仇州 甚至有机会呢 打进下一轮冲击决赛 乃至总冠军 这确实是让人期待的 对比之下呢 大家更认可 谁才是冠军的战队呢 留言评论区 聊聊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一期再见